OK,Let's begin our class from example 1 As x 10 to 3, consider f of x equal to x plus 1 OK,让我们开始,我们的课程 这个从立体一开始 这个立体一呢,首先呢 当 x 趋向于 3的时候 我们现在用这个符号 那么我们想要知道呢 这个 f of x 它等于这个函数,它是等于2x加1 那这个函数呢,它会趋向于多少 它会趋向于多少 那么我们很直观的 可以知道呢,这个 f of x 因为现在 x 趋向于 3 所以 2x 6,6加1呢 我们应该是可以很直观的猜测 这个 f of x 是趋向于 7的 但是呢,这些数学家很不满意 就是呢,这个里面有两个用语 非常的不精确 首先就是 x 趋向于 3 那么 x 到底是多接近 3呢 那么这个 f of x呢 它才会接近 7呢 或者说呢, f of x呢 到底是多接近 7 那么你的 x 呢,要多接近 3 那因此呢,这些数学家呢 发明了一个这个符号 也就是说呢,我们先从最后这个结果来看 这个 f of x 跟 7 这个函数值跟 7 要非常接近的话呢 那么 f of x 呢 它跟 7 相减哦 好,它跟 7 相减的这个绝对值哦 这个 absolute value哦 那么,假设呢 你随便给我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数字哦 叫做 epsilon 如果它们相减呢 挂绝对值呢 小于 epsilon 那这样子呢 假如说你满意的话呢 那么我们就说呢, f of x 减掉 7呢 好, f of x 它会趋向于 7 因为它跟 7 已经够接近哦 接近到它们两个相减的时候呢 小于你给我的这个 epsilon epsilon是非常非常小 任意小的一个数字哦 好,任意小的一个数字哦 那么 f of x 减掉 7呢 小于 epsilon的话呢 那么同学看一下这边哦 就是这个 f of x 呢 它就是 2x 加上 1 2x 加 1 那么你再把它减掉 7哦 那所以呢 当你把这个 2呢 好,这个 1 减掉 7就是 6哦 那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呢 2给它提出来哦 那它就变成了 x 减 3 的绝对值了哦 那这个呢 必须要小于 epsilon哦 必须要小于 epsilon 所以呢 我们可以从这边呢 知道说呢 只要是哦 只要是这个 x 减 3哦 它小于 2分之 epsilon的话哦 也就是说呢 我们把这个 x 呢 趋向于 3 的时候哦 一开始哦 当然 x 趋向于 3 的时候 只要 x 跟 3 的差距哦 小于 2分之 epsilon 的话呢 那我们就可以推得哦 我们就可以推得这个 f of x 呢 减掉 7哦 也就是上面这个式子哦 然后 f of x 减掉 7呢 它就会小于 epsilon哦 它就会小于 epsilon哦 那所以呢 这个后来呢 我们就定义 定义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呢 你任意给我一个 epsilon哦 你任意给我一个 epsilon哦 这个符号是对任意的哦 你任意给我一个 epsilon哦 如果呢 我能够找到一个 data哦 存在哦 这个符号是存在哦 存在一个 data呢 positive哦 它大于 0 的 data哦 那么 当这个 0 小于 x呢 减掉 p哦 那么小于 data 的时候呢 可以 imply哦 可以推得底下这个 f of x呢 减掉这个 l哦 那它小于 epsilon的话哦 那么我们就说呢 这个 f of x呢 它的极限值呢 就是 l哦 当 x 趋向于 p 的时候哦 当 x 趋向于 p 的时候哦 它的极限值呢 就被定义成是 l哦 极限值就定义成 l哦 那这个式子哦 同学由上面这个立体来看的话呢 就是说 现在这个 f of x哦 它是这个 2s 加 1哦 它是 2s 加 1 那么这个 l呢 我们猜测呢 它是 7哦 它是 7 当这个 x呢 向 3 趋近的时候哦 当 x 向 3 趋近的时候哦 我们猜测它是 7 那么数学家为了要让这个 极限的定义更精确哦 所以他发明了这些符号 就是呢 你随便给我一个 epsilon 大于 0哦 那么只要我的 f of x呢 减掉 l呢 小于你给我的这个数字哦 这个正数哦 比如说 epsilon 是 0.0001哦 非常小了 只要他们的差距呢 够小的话呢 那么我们就承认说 这个 f of x哦 它是趋向于 7的哦 那么这个 delta 这个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呢 因为现在 x呢 它是向 3 接近哦 这个上面这个立体哦 x是向 3 接近 那 x 如果是向 3 接近的话呢 那么这个 f of x哦 它会向 7 接近 那 x 到底要多接近 3呢 好 同意看这句话 就是这个 x呢 它减掉 3哦 那么小于这个 delta 那 delta 刚才我们已经看出来呢 这个 delta呢 只要我们设计它是 等于 2 分之 epsilon就可以了哦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推得呢 这个 f of x哦 减掉这个 7哦 好 那它就等于呢 这个 2x呢 减掉 6哦 那也就等于呢 两倍的 x 减 3 那它就小于呢 好 这个 2 乘以呢 因为 x 减 3 的 absolute value 这绝对值它会小于 2分之 epsilon 那这个也就是 epsilon 所以呢 只要我们的这个 x 减 3呢 小于你给我的那个 epsilon 的一半哦 x 接近 3 的时候 它跟 3 的差距哦 只要是小于哦 好 你给我的这个 epsilon 0 比如说 0.0001哦 它的一半哦 它的一半哦 那么我们就可以推得呢 这个 f of x 减掉 7呢 它会小于等于 epsilon哦 它会小于等于 epsilon哦 那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 f of x 减掉 7 既然它的差距呢 小于你认可的范围哦 那我们就说呢 f of x 呢 它是趋向于 7的哦 它是趋向于 7 存了 约1 1 2 5 6 6 V6 2 6 7